俄乌战争打了三个多星期 乌克兰战况惨烈 全球各国文战丧胆 纷纷勇兵自重 瑞典斯德哥尔摩伯基和平研究所 发布全球军售趋势报告 数据显示2017年到2021年之间 全球武器交易量比前一季度有所下降 但值得注意的是 同期美国的海外军售却大幅上升 美国国务院曾在去年底的一份文件中 直言不讳的承认 武器转让和国防贸易 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 美国武器出口增长14% 在全球占比也从32%上升到39% 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海外军售呈现逆势增长 其实另有原因 美国公开的秘密网站揭露 过去20年 美国军工企业为影响国防政策 以使自己制造的军火有用武之地 仅游说费用就高达25亿美元 美国大发战争财的事实 德国资深报道数据显示欧洲的主要供应商就是来自美国 尤其是战斗机 光是2020年到2021年之间 临近俄罗斯的芬兰和波兰总共就向美国订购了98架F35战斗机 乌克兰则在过去五年间向美国购买540枚反坦克导弹 美国一家知名投资网站预计 未来几个月 美国军工企业很可能出现需求激增 欧洲战事让美国渔翁得利 但专家分析其实不然 因为美国面临40年来最严重通膨 是拜登执政最大难关 英国《每日邮报》指出最新拜登民调显示 将近七成美国民众认为 拜登政府将国家带往错误方向 美国北约不出兵不设禁航区 乌克兰只能孤军奋战 泽伦斯基松口坦承 乌克兰可能无法加入北约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欧洲安全项目主任分析 乌克兰战争的结果将决定 北约跟俄罗斯在哪里重新划定 接触线 记得张力报导 五星总统级的顶级食材 秘制独家配方 以十多道严谨的工序 将严选的大干贝 珍珠包 石斑 鱼菲力入将 上快点购的网站来订购 就拥有五星级的食材 同时还有推荐代码CTI999 就能够享优惠给大家总统级的享受